中國知名異見人士劉曉波的遺體 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早上被火化 骨灰被駛入大海 中國政府發言人強調 有關的安排經劉曉波家屬同意 但是外界就相信 這個安排是為了避免劉曉波的墓地 成為掉現勝地 再由梁超明報導 中國瀋陽當局今日公布照片和片段 公開今早知名異見人士劉曉波海葬的詳情 展示在妻子劉霞和兩名劉曉波卿長主持之下 將劉曉波的骨灰坑沉落黃海 在中國官方安排的記者會上 劉曉波長兄劉曉光表示 海葬是大家都同意的做法 因為我是家裡老大 我的父母早已不在 我代家輸了算了 所以我就帶領我這幾個親屬 都在資源海葬這個申請書上 我們都簽字 是我們真實的簽名 都是發自內心的 官方亦公開10秒留下片段 表示他亦同意海葬 然後是就是 海葬 這個活化簡單從點 然後花都用白色 甚至有字條為證 但有報導引述他們和其他劉曉波親友說法 他們反對將劉曉波遺體火化和海葬 作家野道直言 劉曉波兩名輕掌受中共體制欣慰 不會反對中共政府安排 而且有關處理是要劉曉波死無葬慎之地 此後沒有劉曉波無成為所謂民主聖地被人敗祭之故 劉曉波星期四傍晚在瀋陽去世 臨死前在妻子劉霞表示不捨得 並祝福他要好好生活 官方聲稱劉曉波死於肝癌引發的多狀氣功能衰竭 但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報導指 劉曉波自前年就開始身體出現異常 負責劉曉波醫療事故的錦州監獄副育長 其後更加中離奇自益身亡 可見中共當局為了劉曉波保外就醫 刻意刪改了醫療檢查報告